据报道,我国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在几天前发射升空。 二十多天后,嫦娥四号将进行一个前无古人的挑战, 尝试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 我国西昌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传出的火箭轰鸣, 不仅令无数国人十分牵挂,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次撞取更是尤为关注。 外国航空航天媒体、专家和研究所都搅手以盼, 想知道中国究竟能否后来居上, 抢在美俄之前完成登陆月球背面的任务。 确实,这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 业内专家表示,别看如今我国北斗卫星、 风云气象卫星等三天两头就发射升空一次。 事实上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崛起也就这几年。 之前我们在某些方面一直要看西方脸色形势, 比如当年的国际空间站,西方国家就以安全隐患的理由将我国排除在合作名单之外。 虽然俄罗斯竭力反对,但是也没改变最终结果。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目前西方的国际空间站已经快要退役了,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空间站。 作为一个有大国风范的国家,我国已经邀请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加入国际空间站。 这与西方国家的作态简直是天壤之别,相信欧美国家收到邀请后,也会感到脸上无光吧。 此次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我国依旧十分大度,向德国、荷兰和瑞典提供了三个十分珍贵的仓位, 用以携带他们的科研设备。 德国基尔大学的维莫教授对此兴奋不已,因为嫦娥四号携带了该大学实验室的粒子探测仪。 嫦娥四号作业时,德国也能获得关键数据,维莫教授还对我国一阵吹捧。 他认为,未来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将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航天信念坚定,相反美俄两国的信念令人怀疑。 不得不说,西方的嘴脸坏得很及时。 对于过去的事情,西方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不计前嫌。 欧洲空间局的局长沃纳对媒体表示,一直以来欧洲宇航员都是搭载美俄航天器进入太空, 而近几年,陆续有欧洲宇航员学习中文,希望到时候中国在人登月或者灯火星的时候, 能够像嫦娥四号一样,对西方开放国际合作,注五。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关注我们,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克斥海峡事件,可以说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一次直接对抗, 结果当然是乌克兰完败,船只被扣,船员被关,这一度使双方的矛盾急剧升温, 不是俄罗斯的大军压境就是乌克兰的黑海导弹试射,这也使乌克兰的背后支持者躁动不安, 先是美国派侦察机前来侦察情况,后有北约协助乌克兰,并发声讨要被扣押的船只和人员, 更是由美国派遣军舰前往黑海的声明。 图示,赫赤海峡是连接亚苏海与黑海的重要战略通道, 这也是乌克兰海军为何要勇闯该区域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不只有这一条,克里米亚归顺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计划在该地再修建一座更加庞大的克里米亚大桥, 当然,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就在刚刚,据俄媒近日报道, 俄罗斯一位资深海军上将表示,美国海军舰艇有权进入黑海, 但是俄罗斯对美国的任何挑衅行为不会置之不理, 一定会采取相应措施,看来这位将军也是身经百战, 面对强敌绝不含糊,非常强硬,要知道, 美国的第六舰队一直在地中海游荡, 很可能之前美国声称要派遣的军舰就归属第六舰队, 但是,美国想派军舰进入黑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美国军舰进入黑海也不一定占有优势, 能不能帮上乌克兰也不一定, 图示,美军第六舰队蠢蠢欲动, 在黑海横着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还有俄罗斯黑海舰队, 更别说想要顺利穿过克斥海峡进入亚素海, 美国军舰进入黑海, 就不得不提蒙特勒公约, 公约规定, 在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 非沿岸国家之军舰通过海峡则要受到一定限制, 其同一时期通过的军舰总吨位不得超过1,5万吨, 在黑海停留的船只总吨位不得超过3万吨, 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1天, 在战时如土耳其为中立国, 各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 如土耳其为参战国, 则由土耳其决定是否允许别国军舰通过, 可以看出, 美国进入黑海不但有船只蹲位的限制, 而且还有时间的限制, 当然还得看土耳其的脸色, 当年咱们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不就是因为这个让人家百般刁难吗? 不过这现在又把难题压到土耳其的身上了, 表面上看,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自己老大行动, 理应一路开绿灯, 可这恰恰是让土耳其去得罪俄罗斯, 虽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可是怎么说土耳其也是俄罗斯的邻居? 并且, 在前不久土耳其还花费重资从俄罗斯引进俄S-400防空导弹系, 这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土耳其还是会明白吧? 另外, 就算美国为所欲为不过条约规定, 土耳其也是敞开大门双手欢迎, 但是, 美国军舰进入黑海又会怎么样呢? 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 黑海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一个内海, 只是在解体之后让黑海分数沿岸各国, 可是不管怎么说, 俄罗斯在这里苦心经营多年, 对黑海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 而且俄罗斯的俄S-400现在已经在岸边整个待旦, 可以说, 美国军舰进入黑海实际就是进入俄军的包围圈, 一旦有燕, 想求援也比较困难, 但是, 美国肯定有自知之明,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冲突无非是双方实力的消耗, 美国打赢了重创俄罗斯, 替小弊乌克兰出口恶气, 打不赢的世界第一的宝座就会丢失, 特朗普就算在急功心切, 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 其实美国打的什么小算盘一目了然, 美国军舰开进黑海无非就是给俄罗斯施以压力, 让俄罗斯有所收敛, 进一步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支援, 让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乱不息, 自己作收渔翁之力实现对俄罗斯的消耗, 上个月25日, 俄罗斯以乌克兰海军三艘舰艇非法入侵俄罗斯领海为由, 在克斥海溪附近的亚素海水域使用强力手段, 将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以及舰上人员全部扣留, 如今, 距离亚素海事件发生已经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俄乌双方不但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反而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对立, 特别是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发布戒严令以后, 由于乌克兰方面开始加强在与俄罗斯毗邻的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 并征召预备一军人开始进行训练, 这一举动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 俄罗斯也开始向边境地区以及靠近克施海峡的克里米亚半岛部署 大批部队和武器装备,增强防卫能力, 应对可能出现的冲突甚至全面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对乌克兰发出警告, 不要采取升级局势的行动, 否则将招致严重后面, 目前,俄罗斯军队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半岛地区的增兵行动仍然在继续, 一些精锐部队和先进武器装备已经分别通过空运和陆运的方式陆续抵达克里米亚半岛, 此外,由于俄乌亚素海事件主要涉及到了克施海峡和亚素海, 俄罗斯海军也没有先着, 有消息称,俄海军已派出大批舰艇部署在亚素海地区, 这一消息也得到了乌克兰国防部长波托拉克的证实, 据他透露,目前共有40艘俄军舰出现在亚素海, 他还指出,俄罗斯海军此举明显是为了彻底封死亚素海地区的乌克兰军舰出海口, 把亚素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海, 面对俄方的做法,乌克兰方面也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据乌克兰媒体发布的消息称, 为应对俄罗斯海军可能对乌克兰位于亚素海海域的领海的入侵或者攻击, 乌克兰已经授权海军的军舰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不必申请许可就自由开火, 向俄方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挑衅, 在这一消息被披露后, 俄罗斯首先说明了在亚素海事件中, 俄强力部门一直保持了克制, 没有对乌方舰艇采取致命攻击, 只是采取了必要的警告措施, 并确保了乌方舰艇和人员的安全。 随后,俄方强硬表示, 俄罗斯不受任何国家或势力的威胁, 并有能力应对局部冲突或全面战争。 一旦遭到敌方攻击, 俄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做出反制, 给敌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此外,俄方还表示, 如果乌克兰海军真的对俄方船只自由开火, 那么俄方以后也将不会对乌方客气, 如果再次发生乌克兰舰艇入侵俄宁海的事件, 将毫不犹豫把他们送进海底。 随后, 俄方强硬表示, 俄罗斯不受任何国家或势力的威胁, 并有能力应对局部冲突或全面战争。 一旦遭到敌方攻击, 俄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做出反制, 给敌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此外, 俄方还表示, 如果乌克兰海军真的对俄方船只自由开火, 那么俄方以后也将不会对乌方客气。 如果再次发生乌克兰舰艇入侵俄宁海的事件, 将毫不犹豫的事件,